你可认得高汤禀 认得 高思卫是子彦哥的客人 我查过子彦哥账目 高汤禀 每个月都会去参策子彦哥 而且只见你 怎么 是高思卫的俸禄不够 见不得我 在你没来南城之前 他从来不去子彦哥 高汤禀 是曹薇打入我内部的间谍 换作猪龙 一个间谍 每月如期三次去见同一个人 刘姑娘以为如何 徐纳哥说得太过谨慎 又赢不动 他临死前告诉我 你是他街头人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徐大哥之前所说的困惑 并非是指我解释了风草原和李彦将军 你是觉得我六盈利用了你 是吗 你是否觉得 你是否觉得 自从五都城外你救了我之后的冲轴 都是我故意设计位置的 我想听你告诉我 冲大哥 冲大哥你是否知道我对你的轻益 我知道你定性有所感 难道这份轻益也是虚假的吗 你平时无法管哪儿 你去除忍 我对他 行为实力 我对你 有什么感谢 我对他 我对你방选的 我对你 只能措手 却不错过 寻大哥以为我是卫天 找我走便生 我也累了 想写过去 差点 起来 想写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